各位选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17章收入费和利润 我们先来看历年考勤概况 本章是全书的重点的章节 本章历年考试中平均分值是在18分 属于每年命题中必考的章节 也是助算师在以后职业过程当中 关注度最高的一个领域 所以考生务必要全面掌握 你就说这波内容 你说在这个20年的三场考试当中 也就是10号和17号 一共是三个试卷当中都出现到收入内容 都出现到收入内容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内容 那么关注什么呢 所有的收入账务处理 没什么说的 反正是有会计分录的地方都必须要会 那么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 你必须得会 那么会什么呀 一个是就是计算怎么算出来的 那么计算出来最主要问题 十段一玩十点一五 然后分录 分录很好办 接着看 本章内容既可能在客观题中考察收入金额的计算 那么特殊劳务收入的确认 还有十点判断 也可以在主观题中单独考察 相关业务的收入的确认原则呀 或者结合差错跟着 或日后事项结合在一起 那么在综合题中来出现 好 下面来看 今年考试之一 那么第一个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当中 单项选择 多项选择 综合题都出现过三颗心 从2012年到2020年一看吧 年年有题 没有年没有题的 而且在这个20年的三场考试当中 那么都出现了 都出现了 那么有三套试卷吧 那么等于就是11号一套试卷 应该17号两套试卷 所以三套试卷都有收入题目 所以这个考点什么 是判断某一个10点 还是10段有 10点有 还是10段有 然后编制会计分录 还有特定交易的处理 特定交易处理 那么这个特定交易的处理 我顺便说一下 我们教材一共写的是八个特定 八个特定 那么目前财政部又颁布了 相关的收入 相关收入 就新收入准则中的 又增加11个案例 现在一共19个特定 19个特定 所以你们上网搜一下 财政部颁布了 就是收入准则当中相关的案例 现在到我录刻为止 有11个内容了 那么这些内容 希望你都看一下 反正现在有19个内容 19个内容 所以这些内容 都是属于非常爱考的内容 好 再一个 利润的合算 单项选择 多项选择 那么两颗星 那么20年16年14年都出现过 考最多就影响营业利润计算 就这个内容 有的时候我放到这张 有的时候我放在报表那一张 就是营业利润计算问题 还有对净利润事项的判断问题 这个没有什么 关键的就上面的收入问题 好 再来看本章考试内容在21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但是我要顺便说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 财政部 会计司又颁布了收入准则应用案例 那么现在就更正到11个案例了 那么这个全文你们上上网搜啊 上网去搜一下网上都有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11个内容当中 有些内容在我的讲义当中 在19年20讲义中都已经体现出来了 比如说像这个建造合同的亏损 那么体检值怎么处理 那么还有像这个其他一些内容 我在以前的讲义中有 那么新增的这几个内容 在我今年的讲义中也有 也都有 比如说什么情况可变对价 什么叫做合同的修改 是合同变更还是可变对价问题 那么在这11个案例中都是会有的 那么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么财政部又颁布了一个 解块准则实施问答第一批 那么这个发布的时间是2020年12月11日 也是上财政部的网站去搜写 都能看到 那么第三个我顺便再说一个 那么就是中国证监会 也颁布了一个26类53个具体问题 执行块准则一个监管的意见和口径 和口径 那么这个内容有收入 也有其他一些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 是我们最新的 最新最新的内容 所以大家在学习筑块的时候 那么参考法规你们要看一看 下面我们正式来讲授第一个问题 支点收入的确认问题 那么收入确认和计量大致分为五步 那么这五步就是一个它的模型了 那么第一步识别与客户定立的合同 那么第二步识别合同中的单项旅员义务 那么第三步确定交易价格 那么第四步将交易价格分摊到各个单项旅员义务中 那么第五步履行每一单项旅员义务时确认收入 这是我们所讲的收入确认五步法 确认和计量五步法 我们后面讲就要讲这五步法 好 那么这五步 这五步其中第一步 第二步和第五步叫做收入的确认问题 第三步到第四步呢 那么是属于计量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按照这个五步来讲 但是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把这两个内容分成两个支点了 一个确认一个计量 先讲确认 然后再讲计量的问题 好 下面我们要展开来讲 第一 识别与客户定理的合同 第一 合同的识别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合同 这个合同的定义 和我们国家的合同法中的 那个合同的这个概念是完全一致的 我记得财业中部关系在讲后 曾经说过 那么就是我们会计 收入准则中这个定义 和我们合同法中这个定义完全一样 一个字都不拉 所以是指双方或多方之间定立的 有法律 约束力的权利义务的协议 包括书面 书面可以吗 书面形式的 口头形式也可以 金融工具中说过 金融工具不可能是口头了 金融工具只能是书面的 我们这块可以是口头形式 以及其他可验证的形式 好 那么其中这个口头形式 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即时交易 所以即时交易 一手钱一手货 钱货两清的 就这个内容 所以识别与客户定立合同 一般只是有没有合同 对吧 有没有合同 是一个合同还是几个合同 是新合同还是老合同 那么这是我们要识别合同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收入 这个准则就俩字收入 而国际草报准则是六个字 客户合同收入 那么里面有合同俩字 还有客户俩字 我们国家就取俩字 收入 所以这里面首先要看有没有合同 好 那么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 要同时满足下面五个条件的情况下 且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 履义务之后 即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时候 确认收入 那么就是确认收入了五个条件 那么这五条件 我们在第一章涉及到了 但是没有详细的讲 我们在这简单介绍一下 五个条件 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 好那么第一 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 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说白了 签字盖章了 签字盖章了 比如说我要购进销售 这不都是要签合同 我销售商品 我销售商品 那么我已经和某公司签订合同 向其销售多少多少吨 然后那么这个合同的签字盖章了 说明具有法律约束力了 所以合同已经签字盖章了 签字盖章了就承诺要履行各自义务了 就第一个 第二 该合同明确了 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这里的合同要特别强的 这个合同不包括框架协议战略合作协议 因为这些内容 这些内容 它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比如说咱俩签个合同 咱俩签什么合同 一个战略合作的框架 我们将在2025年 2025年 我向你们销售材料 销售商品销售 那么销售 那么这个内容 这什么 是个框架 是个战略合作协议 我共赢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么具体来讲 具体是以后再协商 这种合同 你说它有法律约束力吗 它没有法律约束力 所以不可能作为我们这的合同 不可能作为我们的合同 那么合同必须要明确 转让商品 什么商品 什么商品 那么权利和义务 有权利就有义务 所以要明确在合同中 要说明的 第三 该合同明确了 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那么作为销售商品合同 必须要 我们要收钱 对吧 用什么结算方式 对吧 那么如果没有支付条款 就属于捐赠了 白给了捐赠了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我们这是销售商品 所以要明确支付的条款 就用什么方式 比如说支票方式 还是脱收成付 还是其他的汇兑方式等等 要明确的 好 第四 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 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 且未来的现金流量风险 时间的分布或金额 那么这要做时间 风险和金额都有所改变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叫具有商业实质 这个商业实质的判断 应该是所谓 非货币性赞交换 准则中规定的 但这个内容 我们也不再过多强调 所以没有商业实质的 这种交换 或者仅仅是为了解决 原材料供应 不属于我们这内容 也就是说 在这没有商业实质的 就不能确认收入 好 第五 且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有权取得对价 很可能收回 好 那么这五条件 同时满足 我们才能确认收入 说明商品的控制权 转移给对方 好 那么在判断时 应该注意一下三个问题 第一 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那么是不是有法律约束力 如果合同各方都有权 当方面单方面终止 完全没有执行的合同 且无需对合同的其他方做出任何补偿情况下 那么该合同就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履行不履行 无所谓 也没有罚款 这种合同就不存在 根本就没有这事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 那么这种情况是不行的 那么第二 合同必须具有商业实质 没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攒交换 无论何时 均不能确认收入 那比如说 从事相同业务的企业之间 为了方便向客户或潜在客户销售 而进行的非货币性攒交换 那么这种情况 仅仅是为了满足各自的 不同地点的客户需求 那么就不能确认收入 不能确认收入 最典型的 我们原来举过这么一个例子 就是中石油和中石化 那么进行交换 非货币性交换 我举个例子 那么中石油中石化 那么假定说中石化 中石化炼化厂 假定就是瞎编的 假定在新疆 假定在新疆 但它油 油在哪呢 它没有油田 中石化的油田 国内还少 那么基本上从国外进口 从国外进口 那么原油是要从青岛港进来的 从青岛港进来的 好 然后从青岛港进来 运到新疆 炼化厂 我们要再炼 炼油嘛 对吧 这是中石化 再看中石油 中石油 在炼化厂 在青岛 那么它的油田呢 是新疆科拉玛伊 它要从新疆运到青岛 才能炼油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交换一下 不就完了 交换一下 就没有必要再去运输了吧 你从青岛运到那 它要再从新疆再运到青岛 何必再运呢 那么交换一下就完了 不考虑油质 不考虑油品的质量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进行交换 中石油和中石化 进行交换 好了 仅仅是为了满足原材料的一个供应问题 这种情况不具有商业实质 我们就不能确认收入 就不能确认收入 那么这最典型的 这叫不具有商业实质 好 第三 那么且在评估其 因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有权取得对价 是否是很可能收回的情况下 那么仅应当考虑客户到期时支付对价能力和意图 也就是客户的信用风险问题 不给我钱了 当对价 如果是可变对价情况下 是可变的 可变后面要单独来讲 这个金额是变动的 是变动的 不是固定的 那么由于企业可能会向客户提供价格转让 那么不就是可变的吗 那么企业有权收取的对价 这个可能会低于合同标价 那么且应当在估计交易价格时 就要考虑这个因素 确定交易价格时 就要考虑的可变对价 那么的可变对价 能否记录到交易价格当中 后面会讲的 有这么一句话 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时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可变对价才能加到交易价格中 否则不能加 所以这个对价 我们要考虑什么 还要考虑可变对价因素 后面会讲到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那么这个例题解决什么问题 就解决我们所讲的收入券 我条件中的一个条件 很可能收回价款 那很可能的问题 下面来看 甲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企业 21年初 甲公司和乙公司签合同 向其销售移动建筑 合同价款1000万 那么成本是800万 乙公司在合同开始既取得了控制权了 他取得了控制权 一般来讲取得控制权 我就应该劝手 对吧 但这道题不行 根据合同约定 乙公司在合同开始 仅支付5%的保证金 也就是50万 剩下的95%的价款没给我 同时和我签订一个 不付追索权的长期融资协议 不付追索权的长期的融资协议 如果以公司为约 甲公司可以重新拥有该建筑 所有权又归我甲公司了 即使收回建筑 你也不能涵盖所欠的那95%的货款 那么甲公司也不能向乙公司 索取进一步的赔偿 那么乙公司计划在该建筑内 干什么呢 开设一家健身馆 那么该建筑所在地区 健身行业面临的激烈的竞争 而且再加上疫情 你想想加上疫情 所以现在很难维持 现在很多这种健身馆 都是关门了 对吧 而且要缺乏行业的经验 甲公司能否确认收入 能否确认收 仅仅就收了5%的一个保证金 对吧 剩下95没给 95%没给 好 甲公司能确认收入吗 不能 理由 乙公司计划以该健身馆 产生的收益偿还甲公司欠款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任何经济来源 乙公司也没有对该笔欠款 设定任何的担保 如果乙公司违约了 那么甲公司仅仅是把建筑收回来了 即使收回来建筑也不能涵盖所欠的 这个款项总额 甲公司也不能向对方进一步索取赔偿 因此甲公司对以公司还款能力和意图存在着疑虑 认为该合同不满足我们前面五个条件中一个条件 很可能收回这个条件 所以说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那么甲公司在这能确认收入吗 不能确认收入 那么怎么办呢 收了钱 这五十万收了钱了 借银行什么 带什么 带即合同负债 只能先确认为合同负债 你这不能确认收入 因为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好 接着看 那么对于不能同时满足上述这五个条件的合同 那么企业只有在不富有 不富有向客户转让商品剩余义务的情况下 且已向客户收取的对价 已收取对价 无需返还或退回时 才能将已收取对价确认收入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那么只能确认人负债 什么意思 还是刚才 还是刚才那五十万 假定真的违约了 真的违约了 真的违约了 就这个真的违约了 真的违约以后 那么好了 可总规定 那五十万不退 那五十万不退 谁让你违约的 不退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企业不再富有向客户转让商品 剩余务 不需要了 而且呢 只能是已向客户收取的 已向客户收取的就那五十万 五十万 才能将已收取这五十万 才能确认收入 这时候你别再给我搞应收了 应收那九十五万 应收九十万 没那也刷了 所以这个准则要看懂 一定看懂 才能将已收取对价确认收入 否则的话 你还是确认负债 在这趴着吧 这是一个 第一个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 合同的持续评估 这个持续评估一般适用于什么 十段义务 十点义务 没有这问题 你想想 十点义务一手钱一手货 完事了 对吧 就没有一个持续评估问题 而十段义务往往有这种情况 来看 在后续期间 客户的信用风险 显著升高了 如果显著升高的话 且需要评估其在未来 向客户转让 剩余商品 有权取得对价 是否很可能收回 如果不满足 很可能收回条件时 那么收入就别劝上了 马上就要停止 劝上收入 并且只有当后续合同条款 再度满足时 或者当企业不再富有 向客户转让商品 剩余义务的时候 且已收取的 还是那句话 已向客户收取的对价 无需退还情况下 才能将已收取的 已收取的 已收取的对价 才能确认收入 而且这个内容 以前确认过收入了 确认确认了 但是不应当调整 之前已确认收入 这都属于估计变工 都属于估计变工 后续息息造成的 所以以前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 就是如果说不再富有 向客户转让商品 剩余义务的时候 才能将已收取的对价 才能转为收入 这就是持续评估问题 下面看例题 假公司和已公司签合同 将一项专利技术 授予给已公司使用 专门用于生产产品 并且按其生产产品收入的20% 收取一个特许权使用费 好 20年1月1号为合同开始 那么经评估认为 该合同在合同开始 满足合同收入 确认的五个条件 你可以确认收入 好 该专利技术在合同开始 即授权给已公司使用了 在合同开始日后 20年内 已公司每个季度向假公司 提供销售商品的报告 并且在约定期间内 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所以第一年确认收入吗 没问题 确认收入 到了第二年 21年内 21年内 已公司继续使用该专利技术 但是已公司财务状况下滑了 融资能力下降了 可用现金不足 因此已公司 仅按合同支付了第一季度的特许权使用费 而后三个季度 按明义金额付款了 这个明义金额不要说一块钱 这个明义金额不是一块钱 不是一块钱 好 那么21年确认收入吗 可以确认 起码你收了一个季度的钱吧 可以确认 剩下的三个季度 按明义金额付款了 按明义金额付款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确认收入 但剩下的钱没收到 没收到情况下 干什么 提坏账了 好 再看第三年 二年 义公司继续使用假公司专利技术 但是假公司得知 义公司已经完全丧失了融资能力 而且流失了大部分的客户 因此义公司付款能力进一步恶化 信用风险显著升高 好 那么第三年确认收入吗 显然就不再确认了 好 那么现在问如何确认收入 来吧 一年一年来 第一年 二零年 该合同在合同开始日 二零二零年 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了 因此 假公司在义公司使用该专利技术 行为发生时 按照约定的特许权使用费 那么确认收入 那么第一年没问题 第二年 二一年 由义公司的信用风险显著升高 假公司在确认收入同时 确认收入吗 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同时 按照金融传简直的要求 对义公司的应收的款项 剩下不没收吗 只收了名誉金额吗 剩下的金额 作为应收账款 那你要干什么 简直测试了 好 那么第三年呢 第三年 第二年 由义公司财务状恶化了 信用风险显著升高了 假公司对该合同进行重新评估了 持续评估 那么认为 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有权取得对价 很可能收回这个条件 不再满足了 怎么办呢 那么第三年 注意 我说第三年 第三年不再确认收入了 同时对第二年的应收账款 那么是否继续提检值 还要进行评估 那么这叫持续评估的问题 好 第三 合同存续期的确定 还是十段有 十点就没的事了 所以存续期的确定 合同存续期间是合同各方拥有现实可执行的 而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和义务的这个期间 那么这个期间怎么确定呢 我们来看一个快速反应 来反应反应啊 能不能反应出来 A公司客户签合同 每日为客户提供一个全天候的一个保洁服务 保洁服务 打扫卫生啊 合同期三年 以下情况 合同存续期间分别如何确定 你是 是一年还是两年三年的 对吧 那么确实收入方法就不一样了 第一种情形 三年内 他怎么说话 三年内 合同各方均有权在每个月末 无理由要求终止合同 看好了 三年内 每个月的月末 每月末都可以 没有理由的 无理由的要求终止合同 只需要提前五个工作人士通知对方就可以了 无需向对方支付任何的合约金 每个月的月末 你说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一个月一签 一个月一签的合同 对吧 精一 答案 尽管合同约定的服务期是三年 但是 已提供了服务的期间之外 该合同对于合同双方 均没有产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该合同应被视为逐月定立的合同 逐月定立的合同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月签字合同 一个月签字合同 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 所以合同期就是一个月 不是一年 不是三年 是一个月 那么请向三年内 客户有权在每个月的月末 要求提前终止合同 且无需向A公司支付任何无约金 有权在每个月月末 要求提前终止合同 而且不需要支付运金 那么再接着看 这种合同 也可以视为逐月定立的合同 还是逐月定立合同 还是逐月 和上面这个呢 上面这个内容 也是每个月的月末 无理由要求终止 那么这一块呢 也是在每个月月末 要求提前终止合同 那无需向对方支付任何违约金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逐月定立的 同时客户啊 注意还有一个问题啊 那么同时客户拥有 序约选择权 如果序约选择权的情况 A公司应该判断 判断什么呢 提供给客户该序约选择权 是否构成重大权力 从而应该是作为单项掠义务 那么进行快速 所以这种情况下 序约选择权是不是在合同中 必须要有明确的规定 是否构成重大权力 那么从而作为单项履义务 来进行处理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讲还是要看 具体怎么说的 具体怎么说的 像这种没有特殊情况 没有特殊情况 那么序约选择权 序约选择权的双方还是双方事啊 那么我可以提出序约选择权 你们不同意啊 那么只要一方否决 那么这个就不是重大权力了 必须双方都认可的 双方都认可 所以还要看合同具体怎么说 第三种情况 三年内啊 客户有权在每个月末 要求提前终止合同 但是客户如果在合同开始之后 12个月内要求终止合同的啊 必须要向A公司一次性支付一定金额的违约金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看看吧 那么这种情况能看出来 有违约金了吗 有违约金了 而且违约金的金额比较重大 看是不是重大 以至于是合同在合同开始之后的12个月内 对于合同双方都会产生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如果足够重大 那么该合同存续期为12个月 否则和第二种情况一样 那么还可以作为主月定例的 如果金额是足够大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按照 显然就10段义务来劝收入了 所以这就三种情形 大家呢简单了解 就是它处理方法 所以这个在15当中啊 一定要看合同怎么签的 这合同非常非常关键 合同怎么定立的 对我们收入确认是有着至关重要作用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合同就一个合同啊 第一个问题没有事情东西啊 没有事情东西 第二个问题合同合并 合同合并这个内容 目的是干什么 合并完了以后是为了分拆 是为了分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与同一个客户同时定立 或者在相近时间内 先后定立了两份或多份合同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之一的时候 应当合并为一份合同进行处理 一份合同 好下面内容先不说 我先举个例子 这个内容看不懂 没关系 我先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非常简单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比如说我是房地产开发商 我现在卖一套房子 我现在促销啊 就促销啊 现在现在卖房子不好卖 现在啊 现在卖房不好卖 我促销啊 促销 谁买我的房子 我赠送谁 三年的物业管理费 听懂了吗 三年物业管理费 好了 现在你们买了啊 买了好 这道房子假定说1000万元 一共是1000万元 好了 那么你钱给我了啊 我给你开发票了 同时我赠送你三年的物业管理 你不用交费了 不用交费了啊 水电费你得交啊 物业管理费你不用交了 好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签了几份合同 两份合同 一份合同是商品房销售 那么第二个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也是我们的啊 和物业公司签订一份 三年的物业管理 你不用交钱了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一揽子交易 是不是一揽子交易 没错 是一揽子交易 那么来看一 用这里来说一 两份或多份合同 基于同一商业目的而定立的 并构成一揽子交易 我商业目的就是为了促销 要不然我房子不好卖 所以我赠送你三年的物业管理费 所以这一揽子交易 那么如果一份合同 不考虑另外一份合同 对价的情况下 将发生亏损 换句话来讲 我销售商品房 啊 那么一共取得一千万对价 那么我确认商品房的收入 不是一千万 我物业公司 我每年确认收不是零 不是零 肯定不是零 对吧 所以这个也先合并吧 合并问题分拆啊 所以物业公司也确认收入啊 不可能物业公司不确认收入 都含在一千万当中了 第二 两份或多份合同中 一份合同对价金额 取决于其他合同定价 或履行情况 如果一份合同发生违约了 将会影响另外一份合同对价金额 比如说我房子不卖了 客户他反馈了 不要房子了 那这种情况下 那那那什么呀 这一千万我收不到 那个三年的物业管理 我就不会赠送给你了 这明摆的不会赠送给你了 对吧 第三 两份合同和多份合同中 所承诺的商品 构成单项旅用 两份或多份合同 合并为一份合同 进行快处理 仍然要区分一份合同中包含的是各单项理由 说白了 说白了 合并完了以后 目的是干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对一千万进行分拆 一千万分拆 分拆完了以后 商品房 销售是属于10.15 而物业公司是属于10段有分期确认收入 所以要对一千万要进行分配 按什么标准分配 单独售价 用中国话来讲 叫做公允价比例 用准则中的话 那么叫单独售价比例分配 对一千万分配 分别确认商品房的收入 和物业公司的收入 那么就是合并 是为了后面的分拆 三合同变更 这是重点 五步法 第一步法中 这个是重点 合同变更 合同变更 而且20年财政部颁布了 那个11个收入案例 确认案例当中 里面增加了一个合同变更 和可变对价区分 这两个内容 说实在不好区分 什么情况叫可变对价 什么情况叫 叫合同变更 说起来好说 都好说着呢 但是真正拿个题来做 就不是那么贵事 这个内容我们终于考过了 考过这块内容 这块比较难 合同变更 下面来看 合同变更是指经合同 各方同意对原合同的范围 范围 变化了 范围 原来卖10件 现在卖15件了 范围 或者价格变了 或者价格变了 那么做出变更 那么分下面三种情况来处理 最难的是第二种 表面上第二种是挺简单 但实际上 那么第二种是包含的东西最多 东西最多 下面我们一个来讲 第一种情况 合同变更部分作为单独合同 进行快处的情形 用中国话来讲 老合同老办法 新合同新办法 当成两道题做就可以了 完全两道题 那么接着看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能够区分 能够区分开 可明确区分商品 还有合同价款 且新增的合同价款 反映了关键词在这 反映了新增商品单独售价的 当时售价就这价格 就是市场价格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应该将合同变更 作为一项单独的合同处理 也就是说老合同 按老合同办吧 那么这块是个新合同 按新合同 当成两道题做就可以了 分别尽快处理 看理题 21年7月1号 假公司与客户 以公司签订合同 向客户销售60万件产品 每件产品的价格是100元 这些产品6个月内交货 都在本年内交货 看下了吧 6个月本年内交货 那么都是21年的事 21年10月31日 假公司交了一半 我说60万件吗 交了一半 30万件之后 双方对合同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合同 要求假公司在 看好了 在21年12月31日 移交剩余的30万件产品之后 额外再向客户 再交付 再次在15万件产品 这15万件产品其中10万件 今年交货 21年交货 还剩下5万件产品 22年再交货 问题是额外交付这15万件的价格多少 不是上面那个100了 不是上面那个刚才的价格100了 是多少 不是这100了 是多少 那么这是90 不是100 问题这90的价格反映了变更时的单独售价 而且和原商品能够区分开 那么这种情况下 记住 那个那个60万件 按60万件产品的处理 那么新增15万件 新增15万件 各走各的仗就完了 好 假定控制权转移式 确认收入 那么现在我想问什么呢 求21年确认收入 21年确认收入 金额多少 好 那么21年确认收入了 金额很简单啊 那么第一个 那个60万件 60万件 按100 确认收入 那么交了30万件了 还有30万没交 这60万件都是今年那交货的 都是今年交货的 还剩下多少 还剩下15万件 15万件是额外新增的 那么其中10万件 今年交货 按什么价格 按90 新的单价 90 确认收入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一定是新增的这个商品 和原商品是可明区分 能分开的 能分开的 那么第二个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这个90的价格反映了 一定注意 反映了 反映它吗 合同变更时 当时的市场价格 所以当成两道题做不就完了吗 当两道题做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是6900 例如 额外交付15万件产品的 合同修订 事实上构成一项 关于未来产品的 单独的合同 且合同并不影响 对现有合同快处理 那么且应该对原合同中 那60万件的产品 按原来100元确认收 新增的合同 这15万件 按照90确认收 当成两道题做 那么新合同15万件 本年只交付10万件 所以在本年确认收的金额 那么就上面的金额 6900 这是第一种情况 最为简单 好 第二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其实挺复杂的 表面上看并不复杂 但实际上挺复杂的 下面来看 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 终止了 及新合同定例 进行的快计处理 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 这第二种后面还会讲到的 那么合同变更 不属于第一种情况 且在合同变更日 已转让的商品 与没有转让商品之间 仍然是可明确区分的 注意 仍然可明确区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这就还有一句话 准子没有写 还有一句什么话 关键还有一句话 没有写的这句话 就是后面立即告诉我们了 就是新增的这个单价 它不能反映变更时的 当时的市场价格 好 那怎么办 那么应当视为原合同终止 同时将原合同中 没有履的部分 与合同变更 合并为一个新合同 来进行处理 合并说白了 重新算单价 重新算一个单价 重新算什么 重新计算 说白就重新计算的一个单价 一个单价 用中国话来讲 就是重新算个单价 合并的目的 合并在一起 这个合并是原来合同 没有确认收入过 加新的 两个合在一起 加在一起 那么分子上是总的 金额分布上 是总的数量 重新计算单价 第二种情况 后面第三种情况 是重新算旅进度 第三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重新算单价 接着看 那么新的合同 交易价格分子上 应当按照下面 两项金额之合 一是原合同交易中 尚未确认收入部分 这是第一部分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部分呢 是合同变更部分 以承诺的对价 两部分加在一起 分子上 分布上数量 说白了 重新算单价 好 接着看立题 资料同上 假定额外交付 这15万件产品 按照每件 76元的价格 来进行计价 同时假定这个价格 不能反映合同变更时 该产品的单独售价 那么刚才说了 合同变更时 单独售价 市场价格是90 我们现在定的价格是76 显然这76 不能反映合同变更时 当时市场价格 但是呢 可以和原产品区分开来 那么怎么办呢 控制转移确认收入 那么怎么办呢 怎么确认收入呢 好 那么老合同执行完就完了 那么尚未执行完的 尚未执行完的 加新的合并在一起 重新算个单价 不就完了吗 重新算单价呀 再答案 21年应该确认收入 应该是资料在下面啊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 那么原来的第一批 一共60万件 第一批交货了 第一批交货这30万件 还是A100 确认收入已经交货了 已经交过货了 那么21年确认收入啊 那么剩下的还剩多少 还剩下这个 30万件 对吧 还剩30万件 不用60万件吗 还有新增的15万件中的 10万件是 今年要确认收入的啊 那么怎么办 重新算单价 我们算单价吧 分子上 分子上 没有交货的30万件 乘原来单价是100 那么再接着加上 新的15万件 乘以新的单价76 分子上是总的这个价格 对吧 分母上是什么 是数量 是数量 是多少数量 是30万件数量 加上15万件数量 是45 那么这个除除了是单价 新的单价 新的单价乘以什么 乘以 还有30万件 没有交货 又新增了一个15万件中的 10万件本年确认收入 那五件下 那五万件下年确认收入 那么算出6680 6680 四楼的下面自己看就可以啊 理由 由于合同变更新增的15万件 其售价不能反映该产品 变更时的单独售价 因此 合同变更不能作为 单独合同进行 也就是不能作为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一种情况是 你变更的价格和当时市场价格一样 而调题 变更时和当时市场价格不一样 是76 因此 那么该合同变更不能作为单独售价处理 由于尚未转让给客户的产品 包括原合同中尚未交货的30万件 以及新增的15万件 与已转让的这个产品是可明确区分 能分开的 但是呢 新的售价不能反映 新的售价不是76吗 不能反映变更是单独售价90 好接着看 那么因此 奖公司应该将该合同变更 作为原合同终止了 原合同执行了那30万件就执行完 还有30万件没有执行终止了 同时将原合同中没有旅的部分 与合同变更新增的部分 合并为一个新的合同进行处理 那么刷白了重新算个单价 那么该合同当中剩余的产品是45万件 是没有交货的那个30万件 加新增的15万件 其对价金额是4140 自己算一下加在一起 即拆开讲 原合同价尚未确认收入的客户 以承诺的这个对价金额是 还有30万件没有交 那么是价格100 那么算出来是3000万 与合同变更新增的部分 新增的部分是多少 是15万件长矣多少 长矣是76 价格76 那么俩加在一起 俩加在一起 分子上有了 是4140 好数量是45万件 俩一除 那么单价就是92了 所以按照新的单价来确认收入 所以往前看 所以往前看 那么这个就是新单价 我们这个算出来是新单价 那么这个新单价 那么这个新单价 我们刚才算说 金额是92吗 是92吗 4140除以45 所以21年10月30 移交这30万件产品单价是100 21年12月30 移交这40万件产品的单价 则按照92来确认收入了 92确认收入 那30件交就交了 交了按100确认收入 那么剩下的 这个剩下的 那么都按92来确认收入 所以就是前面计算过程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表面上看挺简单 实际上挺复杂的 还有很多很多业务 后面还会讲的 那么第二种就说白了 一定注意 区别 一和二的区别是 相同点 不同点 一和二的相同点 什么相同点 是 都是可明确区分的 这是第一 不同点 第一 变更的金额 反映了当时市场价格 而第二种情况呢 合同变更金额不能反映当时市场价 区别在这 三 再看三 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 进行快处理情形 这种情况一般是 是什么呢 是时段义务比较多 时段义务 好 来看一下 合同变更不属于第一种情况 且在合同变更日 已转让商品 与没有转让商品之间是 不可明确区分的 前两种情况都是可明确区分的 而第三种情况不可明确区分 那么怎么办呢 应当将该合同变更 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 因为是不可明确区分的 所以只能是一个合同 所以只能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 在合同变更日 重新计算履约进度 第二种情况 重新算单价 那么重新算单价 那么这块重新算略进度 区别就在这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不可明确分的 前两种情况都是可明确分的 那么第三种情况 大多都是时段义务 所以算略进度 那么调整当期的收入和成本 这个调整一定有估计变更 你别给我追溯去 收入当所有的变更 全是估计变更 好 看例题 20年1月15日 加建筑公司与客户签订一项 总金额为5000万的固定造价合同 在客户自由土地上建造一个厂房 预计总成本是3500万元 总收入是5000万元 好 那么假定该建造属于某时段内 旅行的旅行物 那么采用的是累计发生成本 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 确定履约进度 履约进度 中国话来讲 就是完工 完工百分比法 完工百分比法 现在的新准则中 叫履约进度 截止到20年末 甲公司已经确认过 收入和成本了 咱们先说这个 已发生成本是2100 甲公司在20年 确认过收入是3000万 确认收入3000万 转成本是2100万 已发生成本2000 转成本是2000亿 确认收入是3000万 好了 这是2015 今年 21年年初 合同双方同意变更 厂房的图纸的设计 图纸设计变了 那么图纸设计变了 变了没问题 图纸可以变 实物中图纸往往是总在变化 没问题 变的话可以啊 你得给我钱啊 你给我加钱啊 对吧 你给我加钱 好了 谈判出来以后 合同价格和总成本 我们算出来了 好 给我增加价格增加多少 增加1000万 原来总价5000万 因为合同变更了啊 什么变更 图纸变更了 我这个价格就变 价格就变 对吧 所以增加了1000万的收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的成本要增加 538.46万元 好 要求 要求计算21年初 应该确认收入金额多少 说明理由 那么是不是会计估计变更 好 下面我们来看答案 那么这家公司在合同变更日 因额外 也就是说在21年年初的时候 额外确认收入的金额是120万 怎么来的 字笼下面啊 是合同总收入6000万 这6000万是原来的收入是 总收入是5000万 加上合同变更增加了1000万 增加1000万 所以6000万 成以新的履约进度 新的履约进度是52% 这52%怎么来的 在下面这呢 在下面在这 一会儿说 那么这是累计确认收入 再减掉去年 以确认收入3000万 倒挤出来一把 所以这一把额外确认收入 是估计变更 再说边是估计变更 下面看理由 由于合同变更后 你提供的剩余服务 与在合同变更日 及之前已提供的服务 是不可迷的区分 就是一项一项 就是建造这个建筑 就是一项 不可能把这个大楼 退到重建 就是一项履约 就是一项 所以是单项履约 因此 甲公司应该将 合同变更 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 进行快处理 合同变更后 交易价格是 6000万 这6000万 5000加以前6000万了 甲公司重新 估计略进度是 分子上已发生成本是 2000分母上是 原来预计总成本 3500加上一个 538.46 538.46 这538.46在这呢 538.46 那么已发生成本 已发生成本是两T 预计总成本是3500 所以在说一遍分子上 已发生成本 分母上原来预计总成本 3500加上变更 增加成本538.46 好 那么这样 我们算出新的旅游进度 52% 按照这个内容 我们来计算 额外圈的收入 是在21年年初 那么注意 这是估计变更 一定是估计变更 那么这是第三种情况 所以第二种情况 应该说呢 重新算单价 第三种情况 是重新算旅游进度 一般来讲 第二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大多情况下 应该是10.15 那么这个是属于 时段有比较多一点 但第二种情况 也可以是时段 好 下面我们再看 2018年的考题 X27年2月1号 甲公司与 乙公司签订下 总金额2万万元的 固定造价合同 在乙公司 自有土地上 为其建造办公楼 截止到X27年12月20日 甲公司累计 发生成本6500 X27年12月25日 经协商 合同双方 同意变更 合同范围 范围变了 增加装修办公楼的 服务的内容 那么相应的 合同价款 增加到3400了 增加了3400 好 那么上述 新增合同的价款 不能反映 装修服务的 单独售价 不能反映 那么也就是 第二种和第三种 都是一样的 不考虑其他因素 问上述 合同变更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那么三种情况 属于哪种情况 A 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单独 合同进行处理 这个显然不属于 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属于单独合同 不属于 那B 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 进行处理 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 处理 那么这个对了吗 这个对的 B 所以是属于第三种情况 这个正确的 再来看解析 在合同变更日 以转让商品 与没有转让商品 之间是不可明区分的 因为就是一个 建造一个大楼 那么应当将 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原合同组成 在合同变更日 重新算略进度 调整当期的收入 和成本就可以了 所以属于B选项 CD 那就不试 不再看了 好 到了为止 收入确认计量 五步法 第一步我们讲完了